这里是生命的起源 喜欢它 然后想跟它连在一起像糯米一样 大家好 我是欢子 这里是贵州前东南建合县屯州村 在五亿年前 屯州村是属于海底的 这里保存了完好的化石 我们今天去山上寻找化石 走吧 这里就是屯州村的 屯州村的房子下面都是用这种石头 从来做砖的 几百年前不是这样的 我们继续到里面 我们到了屯州村 然后去山上寻找化石的时候 老乡他说他们家做的一个准备饭 叫我们过来吃 非常的热情 准备饭的颜色也是特别多的重点 它是用那种植物来染成的颜色的 也是当地的特色 这个也是黑色的 哦 这个是黑色的 还有两个炒肉来拍这种 嗯 你以前有一心一意的时候 你也就是要来来 你也要来来 有多少样来给它 哈哈 那不过一年你给它呢 我拍子来包一个准备饭 嗯 在我们贵州前东南建和县这边的紫杯饭 它是这个糯米是用植物染成很多颜色的 一般是女孩子把这个紫米饭做好之后 去送给男孩子吃 就是想喜欢它 然后想跟它连在一起 像糯米一样 长长久久的连在一起 哈 娘慢着 好 好 谢谢陈姐 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 谢谢你啊 好 好 慢着呢 好 我们刚刚路过的这时候 发现这里有一个盐壁特别平 然后它那个城市像千层盐一样 也就是说在有一年前 这里是生命的起物 就是最低层 然后有很多昆虫啊 都是被压在这个里面 包括现在产生了这个化石 flo'none' 特别平坦 可能是不该的 感到与好 行 其实成功上了 完成了 我们如果懂得再生命的 还是要留意的 女孩子的 没有 我们要留意的 看到我们 我的房子 闻 得来